蘇瑞颱風來勢洶洶 氣象局已經在今天晚間8點半 針對暴風圈即將影響到的巴士海峽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我們來看氣象局稍早的說明 風圈將逐漸的構到我們的巴士海峽 因此氣象局針對巴士海峽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從26號開始 颱風會持續為東半部地區 帶來比較大的降雨 尤其可能會有豪雨發生 西半部也會有間接性的降雨出現 27號將會是雨勢最大的時候 全台各地可能都會有 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出現 這當中又以東半部 以及南部地區的降雨是比較明顯 其中在台東可能會有 局部性的大豪雨發生 目前氣象局預估 將在明天下半天發布陸上警報 不過25號整天 東半部跟橫沉半島 就可以感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帶來的不定時短暫震雨 緊接著在周三跟周四 降雨最回劇烈 包含了東部地區 南部地區以及西部地區 還有澎湖金門 都要多加留意 提醒大家做好房台準備 哈囉我是馮薇芝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